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历代之下三十章一节 十至十一节 十五至二十节 弃世家皇派人传话 给所有以色列人和犹大人 又写信邀请以法连人和马拿西人 叫大家来耶路撒冷上主的圣殿 慶祝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的愉悦节 信使跑遍了以法连和马拿西的城镇 直到西布伦的领地 但大部分人只是嘲笑信使 弃弄他们 然而也有一些阿切人 马拿西人和西布伦人 谦卑下来到耶路撒冷去了 到了二月十四日 比平时晚了一个月 民众载了如月节的羊羔 祭司和利美人因此感到羞愧 就结正自己 把凡祭带到上主的圣殿 他们遵照神人摩西律法的规定 各任其职 利美人把祭生的血递给祭司 祭司就把血耍在祭坛上 因为有许多人怀末结正自己 利美人不得不为他们宰杀如月节的羊羔 使他们为上主分别为胜 来自以法连 马拿西 以撒加和西布伦的人 但都没有结正自己 准管者违反了律法的要求 希西家皇还是为他们祷告 允许他们吃如月节的言席 希西家说 愿良善的上主 宽恕这些决意跟随上主 他们祖先的上帝的人 准管他们没有为参加仪式 好好结正自己 上主就谁听了希西家的祷告 医治了这些人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心灵的洁净 如月节原文的动词指 月过 是缅难的意思 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拯救 是月过他们洒了血的房屋 而击杀埃及人屋内的投生人畜 这段经文记载如月节的庆典 无论宰杀生畜者 和参加聚会者 亦都需要自杰 但当中有人没有做到结正的礼仪 犹大王希西家 因为他们有寻求上帝的心 就为他们不合礼仪的事 求上帝宽恕 上帝就应找希西家的祷告 教会有不同宗派 有强调礼仪的 亦都有不以此为首的 两者在信仰上并不存有矛盾 只在乎我们怎样看礼仪的意义 结正之礼 是让人更亲近上帝 但当礼仪本身超越上帝 就不是上帝的心意 我们需要尊重礼仪 但不能以此指控别人的信仰实践 甚至以礼仪作为属灵生命的指标 上帝看人自结 是心灵的结正 而不是礼仪的结正 上帝应找希西家的祷告 是因为祂看重人的心 上帝要人自结 为的是让人与祂更亲近 多谢你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 拜拜